吃的不夠 尤其是蛋白質的攝取 第二個是有沒有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運動習慣 像這個平常如果說都沒有活動的話 都沒有在固定運動的話 這個也是造成肌掃症的風險因子之一 那還有種種的內外復問題 比如說像傷膏有沒有控制好 這個都會間接的導致這個肌掃症的產生 那我們如果說是要在家裡面 這個偵測到自己偵測 這個肌掃症 因為我們並不是每個民眾都有那些 sop 問卷 或者是他們的評估 可能也沒有辦法完全專業的 那所以有些方式是可以自己在家裡面 自己偵測以後肌掃症的可能性 像我們說光是在偵測肌肉力量 最重規則當然是拿這個握力器的 男生要超過28公斤的握力 女性要超過18公斤的握力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表示肌肉力量不足 那這樣肌掃症的這個評比就會得分 但是平常在那邊我們平常沒有事情 不會特別被這個握力器 所以有幾個指標 好比說像這種未開封的寶特瓶瓶蓋 日本都有做過研究了 日本寶特瓶蓋沒有開過的話 你要把它打開 需要18公斤的力量 約莫18公斤 所以如果說是這個打開寶特瓶發現打不開的話 這個可能18公斤就沒有 這是一個啦 那這個是提5多公斤的東西 像是會說什麼小月西瓜兩顆 或者是讓人家營業用的 使用的那種5L的 這種就是如果以前年輕的時候 搬貨都搬得到 可是年紀大了 買菜那些發現提不到 這個大概也要小心有沒有問題 那再來是這個體能表現 就是這個行走速度 正規的方式都是要測6公尺 然後就是希望在6秒之內要走完 如果還要花超過6秒 表示走速度太慢 那當然另外一個方式是那個 起立坐下這個動作 從起立坐然後站起來到坐下 這是一組動作 如果要連坐五四 通常希望要在12秒內可以完成 那如果發現說 這個我們的兩隻腳無力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站起來坐下 這樣子連坐五四 發現要超過12秒的坐滿 這個大概就表示 我們的下盤力量不足 那平常沒事 我們也不會拿錶子 你來測自己對不對 所以有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過馬路 通常我們這個過馬路 那個交通部的規範 都是都有設定好 那個綠燈秒數多少 它是參照行人一公尺 就是一秒鐘 至少走一公尺的速度在行進 所以說通常那個馬路的距離 定出來之後 秒數就是這樣定 那意思就是說 假設說 你在一個完整的綠燈開啟之後 你在綠燈秒數結束之前 你沒有辦法到達馬路的另外一邊 那其實這個是暗示說 可能你走路走太慢了 那這個一樣 其中一個可能的一個因素 就是極少症 所以過馬路 這個也是一個滿準確的一個方式 再來是肌肉量 剛剛前面講的是那個肌肉密器 以及這個行動功能 那這邊是肌肉量 肌肉量最正規方式是要拿皮尺 去壓那個小腿肚最粗的地方 男生通常是要34公分以上 女生是要33公分以上 不過因為我們在家裡面 也未必定會有皮尺 所以有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用我們那個所謂的指環量側 當然只是說我們兩隻手 用這個拇指這樣圈一個圈圈圈起來 然後去量我們小腿肚最粗的地方 看看我們的小腿肚 有沒有比這個圈起來的地方更粗 如果發現沒有 發現這個圈起來的地 這個手圈起來的這個空隙 的這個範圍 比我們小腿肚還要粗的話 就表示我們的小腿可能有點太細了 那這個也是會在那個肌少症的那個 問卷裡面會得分 所以說這個也是在測量我們這個肌少症的一個指標 那當然一個是體重減輕 這個體重減輕它也是有定義 就是說如果你的體重是在 你是在一個沒有刻意減重的情況之下 結果你這個體重在半年之內 掉了5%以上 那這個也要小心是不是有肌肉變少 因為我們的身體組成不外乎就是這個水 骨頭 脂肪 肌肉 通常骨頭跟脂肪 水 要短時間內掉這麼多的話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通常在掉的話 通常都是肌肉在掉 所以有時候如果說發現說 因為老人家半年之內瘦了很多 這個也要小心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要帶來醫院給醫師檢查一下 那因為我們說我們在預防肌少症 這個肌少症它到底我們真正中端的這個目標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肌少症它其實是個中極現象 它導致的問題 當然第一個當然就是生活功能下降 你東西不能提 你走路走得慢 那這個當然就會有造成生活功能上的障礙 可是更嚴重的地方是 肌少症到最後會嚴重到可能會跌倒 跌倒就有點複雜 有些人是皮肉傷 嚴重一點的有些人就骨折 有些人就腦出血 然後接下來就要因為這些問題住院 那住院有時候又要長期臥床 如果說沒有醫師或者是營養師或者是復健師 特別盯著下床的活動 有時候躺著躺著躺著一兩個禮拜 又會反過來更加重肌少症 所以說其實肌少症它會間接導致人的失能 受傷甚至是死亡 當然當然自我照顧功能下降之後 這個界也有可能會導致這個家屬無法照顧 所以就要開始找機構 那找機構通常這個對病人的生活品質也會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在預防及早症 想要看到最後的這些不良事件的結果 希望可以顯著的下降 好那我這邊就舉一個那個我們高齡部 照顧病人的一個日常 大家可以回想看看說家里面有沒有長輩也有遇到過類似的事情 好比說這樣顧過一個76歲的奶奶 她平常是吃蛋奶素 身材看起來算是中等 沒有什麼太說太討的問題 但是她就是平常很少在活動 都是在家里面活動很多 平常是跟孫子住 生活功能都是自己來 都不需要人家照顧這個還不錯 只不過她有 她這個過去的病史還算單純 就是高悬值跟有時候會暈眩這樣 如果她這次來住院的問題是 她在那個花園整理花圃 然後那個一站起來就頭暈了 然後就跌倒了 跌倒之後就很痛 大腿就很痛 然後就在地上就跑不起來了 因為那時候孫子在上學 所以家里面只有她都沒有你知道 所以那個鄰居就發現說 她今天早上怎麼沒有像平常一樣出門 就是在門口 然後就發現怪怪的 然後就叫了這個 然後就發現你就來敲門 然後就發現說阿嬤倒在地上 然後騎不來 然後就叫舞車 那來急診之後 發現說她那個大腿骨就骨折了 那骨折 因為她在地上躺了很久 所以這個都有合併其他的內外一些問題 像什麼尿道感染啊 潔性腎衰竭啊 電解質異常啊 當然她腿斷掉了 那當然她的這個生活功能 連去廁所 這個都要人家服了 甚至要在床上用尿布 那因為種種原因 她也在住院當中 就被放了鼻胃管跟尿管這樣子 那骨科開完刀之後 手術非常成功 把骨頭接起來 只不過因為還有些內科問題 還需要接手 所以說我就跟這個骨科 就共同照顧這個病人 那照顧這個病人之後 大概列出了幾個 就是發現幾個問題了 第一個是發現說她那個平常的飲食 是吃蛋白素 那個蛋白質不太足夠 而且她的體重 從她年輕在長大就醫到現在 其實掉了非常多公斤這樣子 看起來是有一個非蓄益減重的一個體重降低這樣子 然後也發現說她平常的運動量 基本上是沒有 所以說那個雖然說這個身材看起來可以 可是其實做那個肌掃症的那個測量 做那個電生理的測試 好像說肌肉量非常不足 會有個肌掃症的問題 那所以說在這方面呢 飲食方面也找這個營養